OK老师,这篇是另外一篇 这一篇也是四抹半 然后呢 这篇是大概22个月 2019年5月31号种的 现在大概是22个月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五六年前的时候 就不知道黑翅嘛 有种到几棵 然后这里呢 种了140棵 就有100棵是黑翅来的 过后就知道黑翅好了 所以这里就种的黑翅比较多了 有100棵是黑翅了 然后这里呢 它的存活率暂时是100% 没有一棵死过 种了22个月一棵都没有死过 所以种的比较好啊这边 技术有进步了 呃,种榴莲的技术有进步了 呃,种榴莲的技术有进步了 你看,呃,这些树都很美 这一片都种的比较满意 才种了22个月 这个算比较大可以点啊 然后中等的树大概都是这样大啦 这个,这个算是中等了 22个月 就像来一样的一样的 那些树都不得了